推荐经典收藏回忆 欢迎来到Gail Game藏经格 我是考古Up John 2016年Alice Soft在时隔前作13年后 推出了耕地型作品《其中密三》 相比于前两作很明显的养成型AV机 《其中密三》跳脱出了原有的框架 整个系统来了个翻天覆地的重装升级 故事不再像前两作发生在一个小小公寓楼里 讲的是即将奔三的男主夏树名人回到家乡 面对着四个如花似玉的魅惑女主 折腾了一个月的故事 首先本作男主自带主角光环 四个美女一上来好感度都非常高 几乎是倒贴 看到这儿可能各位就有疑问了 都倒贴了你还忙活什么 这游戏我们就是来看你更低的吗 当然不是那么简单 《其中密三》这次在系统上真是做足了功夫 下面我来详细为大家解说 首先在游戏一开始就会出现一个选项 问你想选择纯粹的爱还是困难的爱 如果选择前者 那就是在整个游戏里只有你NTR别人 别人是没办法挖你墙角的 但是如果你选择了后者 也就是开启了NTR模式 这可就热闹了 一堆隔壁老王和你平等竞争 就看谁墙角挖的好 还真是超现实啊 所以你可以把前者看作简单模式 或者不喜欢NTR的人 可以把这个当作纯爱模式 虽然说黑田惊剑的画风永远和纯爱不怎么沾边 后者呢可以当作困难模式 好处就是可以看完所有剧情和福利 这种把选择权完全丢给玩家的做法 真是太贴心了 可以避免不适扩大了游戏的购买群体 真正做到了一体两面 必须点赞 其次本作摒弃了以往呆板的养成数值表现 改成了很多直观贴心的小系统 比如精力值的升降和兴奋 与叉叉叉丝入扣的挂钩 比如用爱的公式击退其他人的NTR 比如女性关系图表一览无余 比如爱顿系统 真的能看出制作人凤铃越发的成熟老道 用细致入微的贴心和直观 让新手们上手毫无困难 并且很快领会系统的意图 甚至连你不小心选错地点 没有存档都给你想好了 补救措施 自动存档随时取回 让你避免重复劳动 可以说七中密三对玩家真的太友好了 随着时代的进步 从画面角度 黑田金剑表现更上一层楼 这次的作品极富冲击力 把人气的肉和妹把握得相当好 尤其是共同线路游戏的前期 剧本把撩拨这个尺度掌握得恰到好处 让你感到心痒难耐却又无处宣泄 尤其是嫂子海细里这条线 不得不说她可太会撩了 游戏剧本这方面内容非常丰富 四个女主每一个人都给足了戏份 连隔壁老王们都刻画得很生动 黄毛都显得有血有肉 比如那个五熊 第一眼看上去就是典型的NTR黄毛 这一类反派在一般游戏里的逻辑就是 因为你是坏人 所以你就是坏 简单粗暴 不需要任何理由 那么看看本作的五熊结局 你就知道什么是高下立判 本作一共十个结局 结局的内容让人大开眼界 没有你做不到 只有你想不到 完全是不走寻常路 每个结局几乎都有出乎你意料 或不是 是打碎你三观的地方 我只想说 杀叶子的尘埃结局太香了 估计是每个男人的梦想吧 不过这结局的前提是 估计要去不正经的糖果店买肿码之拳 不然身体吃不消啊 这店的老板就是前两座中的公寓房东 十几年过去 岁月在他的脸上也留下了沧桑的痕迹 满满一波回忆杀 总上所述 七中密三 我给86分 多年后的续作 完全称得起是重装升级 比起前作 啼笑皆非的故事 本作在这方面完成了大飞跃 用多年的经验积累 把一个原本小品级的游戏 提升到了精品的层次 推荐各位玩家都去尝试一下 如果说本作有什么遗憾的话 我说几点 第一就是游戏在前期 超级精彩的事件加各个女主之间的互动穿插之后 中后期因为进入了各自线路 所以彼此呼应开始减少 兴奋点也开始降低 当然如果中后期也要彼此穿插呼应 那么文本量会成倍提高 逻辑线路会被全部打乱重来 所以这一点我完全能理解 因为能做到这样的话 这就是神作范畴了 另外一点就是开篇在神社被吹飞 为署名的表白情书有些多余 四位女主回头都要去呼应这个埋线 反倒有点声音和刻意 还有就是本作中的男主 不管追谁都会被暴揍一顿 这是向我们暗示NTR都要付出代价 虚谨慎吗 A社你还真是欲教于乐啊 从我个人而言 我还是比较喜欢纯爱结局的 海边的乡村小镇风景如画 走到哪里都有认识你的街坊邻居 对你家人的问候寒暄 没有恩怨是非 只有人情温暖 在故事结尾 一个寒冷的夜晚 你裹着围巾走出车站 看到童年的好友警察杨泰 和你热情的招呼 你带着笑 而心绪早已飞向远方的那一点灯火 于是你匆匆向前满怀期待 在这一刻 浮华会事变得不再重要 你只是一个寒冷冬夜的夜鬼人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